嗨 欢迎回到Ginsicano Live 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又换了一款麦克风 它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之前两期的节目 是关于七语的电容麦 就是在室内录制声音的时候非常好听的那款麦克风 那七语的话 它又寄给我了一款他们推出的无线麦克风 是七语的iRay DW20这款无线麦克风 那它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一个是黑色 一个是白色 那我现在用的是白色的这款 那具体它的一些效果 还有它的性能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具体说明 好的 那同样从外观上 七语的这款iRay DW20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发现很少有麦克风 会采用多颜色的这样的一个外观设计 那他们有一款白色的 那因为我做了很多的无线麦克风或者麦克风的测试 大多数都是黑色的 那我就说他们厂家联系我做测试了 那我就说我们选择白色的吧 它这一次那就感觉还挺特别挺好看的 那具体它的效果是大家现在听到了这个样子 那整期节目的话 我也都会使用这款七语的iRay DW20为大家录制 那也没有任何后期改动的情况 大家听到的就是现在你所得到的这样一个声音效果 那从参数方面的话 那这款麦克风它采用的同样是一个2.4G的 这样一个传输的这样一个选项 这样一个频段 那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的无线麦克风都采用了这样一个频段 它会比较稳定 那而且传输的距离是有个保证的 那再来的话同样在你选购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它有一拖一一拖二的设计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接收器 你可以选择有一个发射端或者是两个发射端 那我现在身上这个就是发射端 那如果有两个发射端的话 你可以一个接收器 或者是你连接相机手机或者电脑上 同时为两台麦克风设备收音 那这样比如说你在做采访 或者很多人在一起 就是在同时说话录制的时候 会得到一个比较方便的效果 那对于比如说一拖二 就是两个传输端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话 有一个好处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立体声收音 一台设备选择收左声道 另一台设备收入右声道 那大概的效果的话 你可以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现在是在用耳机 在看我的节目 那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 那我现在先用这个左声道为大家录制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这个七语IrayDW20的左声道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这个七语IrayDW20的右声道 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七语IrayDW20这款麦克风的单声道 那如果你是自己录制的话 那当然是选择单声道就好了 那如果是有同时两个人在录制的话 你选择双声道会得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临场感 那同样这款麦克风的话 它采用了一个智能降噪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比如说现在像在室外这个环境 还有带一点刮风 那旁边有一些车流车来车往的这样一个环境的话 它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杜绝掉这些噪声的发声 那你也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这样一个防风罩的设计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在户外有风的环境下 它会给到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降噪的一个效果 那除了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单声道和立体声收音的话 你还有一个选择是安全声轨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在户外录制可能离这个相机比较远 那有可能传输距离受到遮挡的时候 它有个安全轨道 它是可以帮你就是备份你的声音资料的 也不会有报音这样的可能性 它已经做了一个增议的这样一个自动的一个选项 那所以的话不会出现报音 而且你的声音是有一个备份的 就算信号中断你也不会丢失你的声音 那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遇到信号不好的情况 这样的话会给你大大增加你的保险系数 那比如说我建议大家在户外录制 或者是人员比较嘈杂的这样户外的话 就选择这个安全声轨来录制你的视频 那另外这款麦克风的话 一共就是你充满电之后可以连续工作6个小时 那比如说你一天的整个的拍摄情况是可以满足的 那有一点点遗憾对于这款七宇的这个iRayDW20的话 它的这个包装里面当然它是有个收纳盒的 但这个收纳盒是不能够充电的 这个是有一点点遗憾了 那当然比如说你本来已经可以使用6个小时 那我相信你一天的拍摄的话 断断续续这样录制 当然也可能应该是可以满足你一天的需求的话 那我的意思呢 就比如说像其他的麦克风 你可以在它的这个收纳盒里面加入充电的设计的话 你就不需要每天晚上你要想着去给这个麦克风充电 可能你一个两三天的行程的话 就带一个充电盒在身上就好了 你不用每天晚上单独给麦克风充电 那这款麦克风的话 它给到了你12档的增益调节 那比如说你在用相机拍摄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你的相机上不是有一个声音的大小的区间 那你就可以按到这个区间来增大或者减小你的增益 这个是很方便的 那另外如果你不想要把这个麦克风这样发射端别在胸口的话 你可以选择它里面配备的一个小咪头 那可以作为这样一个领夹麦克风放在这地方 就不会有这样大的一个麦克风的发射端了 但是我个人并不推荐你使用咪头 因为咪头的效果没有直接使用这个发射端来的好 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来说一下它的传输距离 那官方给到的有效的传输距离的话大概是100米 那现在的话我后走走到球场的边缘的话 大概就是100米的样子 那我们来听一下它的传输距离 那我会持续的跟大家说话 那我们现在开始 那我现在持续往后退 就是大家应该可以持续的听到我的声音 那就是不管它中间出现任何问题 都是实时录制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不会做任何的后期的处理 那如果你会听到它的收音 有杂讯或者是信号中断的情况的话 就大家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为大家做一个实际的距离测试 看一下它的理论上的100米的距离 传输距离是不是达得到 因为我现在所在的环境是很空旷的 没有任何遮挡物的一个情况 那按道理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麦克风的收音 无线麦克风的一个收音的环境 所以它不应该会出现有断讯或者是信号不好的情况 而且它是不应该会有延迟的 那现在的话 我已经到了这个球场的最边缘了 大概有100米的样子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效果 还是不是持续性的收音 或者是中途有没有中断的情况 那我现在走回来 这也是无线麦克风吧 说老实话 我个人认为做了这么多 无线麦克风的测试之后 效果其实大家 怎么讲 都其实都还差不多 然后的话 具体对比的其实就是一个降噪 还有一个收音距离的这样两个 两个参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比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各家厂家的无线麦克风的收音质量 其实都不错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中间有没有出现断讯的情况呢 我因为再往后退的情况 我看不见的 那比如说你在 有其他人帮你拍摄的情况下 你当然可以选择 比如说有一个监听 就是在你的接收端 是可以插这个监听设备的 插耳机的 那因为我是一个人录制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听到 所以你替我去感觉 它有没有延迟 或者是有没有断讯的情况呢 那关于这款七语的 iRI DW20的麦克风的测评 就到这边 那也希望能够在你选购 无线麦克风的时候 对你起到一点点帮助 那就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和关注我的频道啦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